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帮我讲好话 我觉得这行人缘是没得刻意去做的 我啦 又不是做一个推销员 我以前是做推销员 卖手机的 但是碰到他想买的客户 他就买吧 我也不曾想什么办法去推销他 让他一定去买我的手机 对不对 我觉得做这行业里面 每一样自己的生存方式 你适合去跟人家打交道的 就去做你打交道的方式 你不适合的话 就不要硬 你觉得你不是特别适合 我不特别适合 但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建立友谊呢 真诚 你会真诚 真诚 假如当时朋友的话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会相信他 有什么我会帮他 虽然我吃点亏我也不介意 你有没有被背叛过 肯定有 当一些合作过的人 合作过的人 有一天他突然间不在你身边 跟你一起合作 可能他去到另外一家公司 跟你是对抗的 其实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对 那段时间 对 然后他走了之后 其实我身边跟我工作的人 还有几个是他的那边的人 他是安排的是四个月走一个 四个月走一个 把这边的消息全部知道了 那段时间我觉得是 自己蛮大的一个压力 但我相信那个时候 我对那个人很好 我也觉得自己经得起伤害 无所谓 经得起伤害 对 其实这是错误的概念 这是错误的概念 结果发现自己经不起伤害 事实的伤害 还是会很受伤的 很受伤的 很受伤 因为你会在其他引导的过程里面 去得罪一些人 其实那东西不是你应该去做的 但你做错的时候 基本上有些事情是反弹到 整个市场里面的唱片 会整个事业会不一样 那时候会自己觉得很不开心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回北京吧 那时候就住了酒店 一个礼拜 回来之后 回来香港之后就说 我走之前还跟公司的一些高层说 我说这个可能是他那边的人 你们还一块开会 做下两个月计划吗 他每次就是朋友朋友朋友 然后回来之后就马上走了 马上走了 对 其实我觉得 一开一次会就泄露一次 开一次会等于就泄露一次 对啊 那其实娱乐圈每一个公司 它的商业秘密 对 那后来我回去香港之后 那我觉得 无所谓啊 不做就可以了 就停三个月 就为这个停了三个月 对 我做三个月不是说完全停 是停 重新把这个计划一次 跟公司做后三个月的事情 不用去 那你会不会就是 从这件事情以后 对人那种防范会比较加重一点 不会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直觉上 我已经知道这个人 会开始这样子 但是我不信我自己的直觉 那这是我的问题 基本上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 如果不想成为 别人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那么就要努力学会 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1998年起 黎明开始尝试幕后的导演工作 成为鲜有的获得音乐录影带导演大奖的歌手 2003年 他更是身兼男主角 故事人和创意总监三职 用更为完整的篇幅和精致的镜头语言 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独特感受 做明星啊 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别人的期待 有一句话说别人的期待就是地狱嘛 这次的歌唱可以办了八场 下次一定要办十二场 这会让人陷入一种 为别人而活的那样一种境地 你觉得你有没有脱离这样的一个境地 其实我整天是为人家而活为自己而活 自己以为自己相信自己能活 其实不能活又为人家而活 肯定是这样的 你绕口令 真的 那很简单 大成小事 这部电影 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想象的世界 我觉得电影可以有另外一面是很淡的 结果自己就是用了很多心血去做一部大成小事 但是他的成绩 在其他人看的方面和事实上的成绩是不一样的 那一定每次我们做完工作也有事后检讨 他们说这片子很漂亮 上海没有事过这么漂亮过 那做到了 剧情很平淡 那我说 好吧 原来电影始终还是要给梦 观众 观众是希望有个梦想和一个同感去看电影 而不是去静静地去感受你个人的情怀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那我相信这个 花三千万买的 当然是有很多人一起陪 不算陪葬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电影始终是有它的美丽在 但是当你学过的话 你会知道电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艺术 是跟大众一起去分享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向 或许是感性忧郁的性格释然 在黎明创造的众多荧幕角色中 最为栩栩如生的 还是那些乐言而执着的文艺小生形象 从甜蜜蜜纯真柔情的异乡人李小军 到玻璃之城深情款款的才子徐岗生 从半生缘儒雅沉闷的沈氏君 到三更之回家相信死而复生的情吃中医 然而这位荧幕上的白马王子 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却总是扑朔迷离 一向对家庭爱情避而不谈的黎明 在这次的采访中倒是魄力开枪 真情流露 在14岁的时候 要经历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分开 能跟父亲过是吧 对于14岁的你当时是你有反抗吗 我没有非常开心 为什么怎么会开心呢 我早熟啊我开通啊 我不代表其他地方 我就说妈妈有那么痛苦 爸爸有那么痛苦 他们的痛苦心情不好 爸爸不在的时候 就可能把东西发泄在我身上面 一定会有的 对不对 只能听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种负担 突然间看他们两个 啊解脱了 恭喜恭喜 就是这样子 但是父母的这个离婚的阴影 会不会到现在都影响你对婚姻的看法 因为爸爸跟母亲很快 我14岁的时候 他们两个影分开了 那变成我只是跟父亲那一面 我没有母亲那一面 去跟我讲怎么去跟女孩子的性格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后来在这个情感方面会遇到很多困扰吗 其实我 自己因为不了解 很多时候会单方面一厢情愿的去 其实你太过一厢情愿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女孩子会受不了 你譬如说过分照顾 过分 什么都过分的话就是就变父亲了嘛 对不对 就不是一个 就你投入的很快是这个意思吗 你一下真的会非常投入 可能我投入会令人受不了 是吗 可能会 受不了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 变成令人家去 去可能去忍受一些东西 后来相反自己也会不好 你有过刻骨铭心的那种爱吗 我有 当然有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追的女孩追的三年追不到 为什么追不到 她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 没办法追不到 真的就是一个 下了学之后就拿书包在后面跟着她 跟着她 拿电话追问她 拿电话整天她家楼她等她 有空吗 没空 然后她说她去拍拖 人家给你很多暗示 你就是有点拎不清 不是不是不是 她其实她已经换了三个男朋友了 第四个终于是轮到我了 她给了一次机会 我拖了手 那拖了她手 她说感觉不对 然后又 那个时候很有失败感 那时候当然回家会哭了 一定哭了 困扰会有遇到 但是困扰也会令人成长 但是总有一天都自己去 对呀 都知道我都老了 也不结婚了 不要紧 反正我觉得人生 我的快乐会 因为结婚和不结婚 在我来讲 我相信我是需要结婚的 但不是现在 你是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呢 还是说觉得没有合适的人 两方面都有 选择爱一个人 选择新的挑战 选择为自己而活 选择说不 这个总是生怕一低下头 就让脆弱走漏了风生的神秘男子 不知不觉已经在娱乐圈中行走了二十年 或许你永远 或许你永远无法真正猜透她的内心所想 然而也正是这份固执的保留 不合拍的神秘 让黎明在人人张扬 真我风采的今天 显得策立独行 于是不喜欢她的人 依然会冷眼相看 而爱她的人则会一如既往 我有时候我经经验说 因为他们知道 譬如刘德华背后嘛 他说人家没人早那么努力 那么早起来去开工 你学学人家吧 我说我有啊 我说我也有啊 但是通常总是这样子 总是每个家里的父亲吧 都是说自己的儿子 需要努力多一点 总是说人家儿子比较好一点 那事实上 刘德华真的很 他很情历 很情历 很上进性了 所以你觉得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一段吗 往后的道 反而没有那样的投入和受伤的感觉 我觉得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 我觉得女孩子的爱情是 最深刻的应该是初恋 男孩子最深刻的应该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你最后一个还没有道理 对 所以说不出来 可是我觉得女孩子是初恋 我不知道认不认同 是的 我 对 杳irl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